娱乐转圈圈 刘诗诗去了美容院 多年以来 两人互动逐渐减少 网友一直怀疑 他们的姐妹情 可能不负往昔 如今看到 他们亲密的举动 看来明星私下里的关系 和网络上的传言 还是有些出入的 不能凭借一些只言片语 就武断递下结论 甚至有时候两边粉丝 吵得不可开交 结果突然发现 他们的爱豆却在一起 吃吃喝喝 亲密无间 当年刘诗诗与杨幂 因为公司业务的有些冲突 弄得两人也不好太亲密 比较尴尬 两人相识于威莫 在拍摄仙剑三十相识 那是他们还没有现在的名气 只是新入行的演员 后来蔡一农 邀请杨幂拍广告 在一切都谈妥了 就要开机时 杨幂却突然涨价 蔡一农好不容易 说服了甲方 杨幂却又不拍了 而刘诗诗 夹在中间 左右为难 之后两家公司 也发生一些不愉快的事 他们二人的互动 就渐渐减少 2014年杨幂结婚时 没有邀请刘诗诗 之后刘诗诗的婚礼上 杨幂也没有出现 刘诗诗与杨幂 同为85后一线小花 但是走的路线 完全不同 从杨幂 一步步变美的成功路线 能看出她的事业 企图星非常强烈 企图星换个说法 也叫上进心 杨幂很少走弯路 每一步走的都十分精准 跟她相同情况的是娱乐圈 另一个很人居近一 这两人都是成功的典范 可是也不是一般人能学来的 毕竟不是谁都能对自己这样狠 在那些年仍然流行 还又受审美时 杨幂就开始有意识地 让自己一点点变得丰满 她没有执着于甜美少女风 在其他小花还在这方面 犹犹豫豫豫时 她已经先一步着手布局了 因为她知道男人喜欢什么 她没有在清纯的人 涉中与一众小花争高下 而是走出了自己独特的魅力风格 刘诗诗总平淡且从容 尤其是给直男一种宜家仪式的贴心感 偶尔的灵动俏皮或开怀大笑 又让人觉得 哇 原来刘诗诗还可以这样 刚出道时 有人觉得她与刘亦菲有些相似 他们气质虽有相似 但又不同 刘亦菲是典型的五官大器 开阔的古典美人 她与刘诗诗不同的是 多了三分仙气与贵气 人的古典美与水墨化的意境相同 就是刘白带来的氛围感 比如王燕 宋义就是典型的东方古典美女 另一个被认为 带有东方美感的古典美女 是张子怡 张子怡兼有西式的古像 和东方的皮像 更像是古典与现代的融合 只是这几年 随着名气变大 让她的气质更加盛气凌人 刘诗诗也是古典中 带有淡淡的疏离 却不遥远 显得很平和 喜欢刘诗诗的人 把她奉为心中的一点白月光 即使不喜欢的人 也讨厌不到哪去 有人认为刘诗诗 给人一种寡淡 吐气的感觉 不过中人之姿 却被捧成仙女 刘诗诗在美女如云的娱乐圈 确实算不上绝美 可是她那种不争 不强的克制与松弛 让她少了野心勃勃的企图心 更生活化 包容清和 没有侵入性 当刘诗诗结婚时 网友们的祝福 都是真诚的 是真心的希望 她能够幸福 内修的气质 与外在的美艳不同 美艳经不起时间的消耗 总是患得坏失 而气质 却是时间的沉淀 更加绵长稳定 然而真正让演员 有底气且从容的 还是一部 能够封臣的好作品 这篇报告完了 顺手点个赞 都是对我很大的支持 谢谢